嗨 大家好 我是星星 為什麼我今天那麼興奮呢 因為這支影片是要慶祝我的 一萬訂閱 先跟大家講一下我今天的小目錄 我先口頭跟你們說一下目錄 我怕你們覺得這支影片就是不知道在幹嘛 我會跟你們分享我送給我自己什麼禮物 然後再來是跟你們一起 吃蛋糕吹蠟燭 慶祝我的一萬訂閱 第三個部分當然絕對就是要 好好的感謝大家 所以我也準備了一個抽獎活動 那就一起幫我看到影片最後面 才有機會得到禮物喔 大家剛剛有看到前面的片頭動畫嗎 這是我送給我自己的 一萬訂閱禮物 我自己花錢請了我覺得 畫風我很喜歡的會是 幫我畫的不知道你們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應該還蠻適合我的頻道的吧 我還特別穿上的就是跟 動畫裡面一樣的黃色洋裝 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算是蠻喜歡 儀式感的人 我也算是那種就是人生每個重要階段 或是覺得值得小慶祝的事情 我都會想要有一個儀式感 在我知道可能快要一萬訂閱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想說 有什麼可以籌備的 然後首先第一個就是我自己送給我自己的禮物嘛 就前面大家看到的片頭動畫 我今天拍這支影片就是想要跟你們一起慶祝這個 小小的里程飛 雖然一萬對很多人來講可能就是很少 想說你一萬要慶祝什麼 又不是十萬一百萬 但我覺得對我來講已經是 我就是努力了這一年多來的 給我自己的一個小成就吧 我之前12月的Vlogmas 是要跟你們說我覺得做這個頻道已經變得很像是 我自己喜歡創作這件事 因為我從以前就很喜歡做 自己從無到有的做出一件事情 然後Youtube頻道一直都是 每一支影片都讓我完全可以達到從0到1的這個小成就 就每支影片都是我的小成就 所以我本來已經覺得說我自己沒有就是很重視這些 結果殊不知真的一萬訂閱還是覺得很開心欸 就覺得果然我覺得人還是需要一點點收穫 才會有更能努力往前的動力 那說完我送給自己的片頭之後呢 我現在要來跟你們一起吃蛋糕 如果已經有Follow我的IG的話 應該上禮拜就已經看過我發就是慶祝蛋糕的那個PO文了 因為我一發現一萬之後我就馬上去訂了蛋糕 然後跟我的家人一起慶祝了一下 我簽了一部分回來這邊 跟你們一起吃這個蛋糕然後慶祝 雖然你們沒有真的吃到啦 可是就是我想要有一種我們一起慶祝的感覺 那我們就開始吧 先給你們看我的蛋糕 如果你們想要看圓形的照片的話放在這邊 給你們看我們的蛋糕 其實這樣有需要吹蛋糕嗎?我不知道欸 吹蛋糕是不是生日的 當然我不管啦 因為我想說這樣比較有慶祝的儀式感 那我們就一起來把它吹息吧 一 二 三 我今天應該會開首播 所以大家快點在旁邊留下你的祝賀詞 好可惜不能分享給你們吃喔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希望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或是隔一天也可以買好吃的蛋糕 來 獲賞自己 最後一個慶祝階段了 這我也是籌備了蠻久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就是我加多了一款玻璃杯 上面有中文的手寫字 沒錯我現在給你們隆重介紹一下我的作品 就是這個 你們知道它嗎 我是定位為早餐的杯子 我本來是想說當成杯子啦 但實際使用下來 我發現其實它真的是很容量還蠻大的 所以我最後決定要把它取一個很好笑的名字 叫做早餐杯碗 就是你要當成杯子或是碗都可以 然後我自己很常拿來喝拿鐵 跟吃燕麥還蠻好用的 就是它很大容量 然後又有這個把手可以握 我決定要辦這個一萬訂閱的抽獎活動 我會抽出三個觀眾 然後送給你們這一款 就是我自己設計的早餐杯碗 那其實因為做杯子需要一定的量嘛 所以我其實也做的不止這幾個 如果你有興趣想要購買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的資訊欄 我會放上就是買這個杯子的連結 但因為我杯子的量沒有很多 所以如果你怕說等抽獎完之後 你還是可以先買回家 之後如果你真的抽到的話 我會再退還那個款項給你 所以呢 如果大家想要抽杯子跟我一起慶祝的話呢 就記得到我的IG貼文 我會在那邊辦抽獎 不是在這裡喔 是在IG貼文辦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的話 一定要記得去我的Instagram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個給你們的禮物 然後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那我們就明天QA見 掰掰